都吃饭了没有 打一包善人好吧 家人们打一包善人 大家晚上好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 阿伟哥 晚上好 对 你们有没有想我 说实话 你们有没有想阿伟哥了 想不想我 想我的话打个想好吧 我是这二八级的想你们了 所以我才开直播呢 不然我在陆上 有时候心话都不太好 但是我都直播了 看到没有 我是这二八级的想你们了 家人们 给你们看一下 这个一路上的风景 看到没有 对不要看了 我没有开车啊 这样没 看了等一下会封号的 看这前面的话 我没有开车 我是在坐车 对小娃 小娃我们两个一起 小娃在开车 对 直播间 一千四百人了 马上两千人了 咱们把账账点一下人气 我先走一走 好吧 人气走到两千人 好吧 我们家人们 对人气走到两千人 安全 对 我不开车 小娃我们两个一起的家人们 小娃在开车 来咱们打一把杀人 好不好 人气我先走一走 对 对 对打一把杀人 什么种声音啊 这个 小娃 什么声音啊 路边可以提的话 什么地方出去启动一下吧 去服务区吗 找个服务区 对 窗子都关了没有 窗子都关一下 关了 感谢点赞 谢谢 熄火了 上车才死 然后再出去 行动一下 应该 有这个声音 没有戏是吧 一千九百人老家人们 两千人了 马上两千人 咱们把张子叠下 我现在去签约一个 一个一个合同 一些事情 就是出差老家人们 现在 你要去看一些 看一些 一些事情 然后呢 差不多要开 开五六个小时车 他现在在路上 还没有到 今天下午就去了 现在在高速路上 对 在高速路上 感谢点赞 阿伟加油 谢谢 你们觉得 我帅吗 帅的话 你们给我点点赞 好不好 你看 我膝底又善良 柔又好 长得又帅 你们舍得放弃我吗 加来 都不知道 你们手想看到的 我都会 会给你们看的 知道吧 你们不就是让阿伟 找一个 漂亮的美女吗 是不是 漂亮的老婆吗 这都是小问题 加来我把事业做起来了 我会找一个 就是 对直播间 叔叔阿姨们 又好 又善良 又漂亮 对不对 有什么不好的吗 是不是 加人们 你们不要觉得 你们不要在我 在我视频里面 什么的 不要觉得看到一个女的 就说我跟她合适 或者怎么样 知道吧 我们要把格局发大一点 眼光要发远一点 该来的都在路上 知道吧 家人们 对不对 不要在我视频里面出现个女的 或者怎么样 就说让我跟这个在一起 那个在一起 我跟这个合适 跟那个合适的 合适的 还多的很 就 有些没有出现在我视频里面的 那也有合适的这些啊 对不对 所以这个你们不用担心 好吧 我们 记录生活 不一定都是为了爱情 知道吧 也有其他的一面 对不对 你们真的希望我 幸福的话 就要给我一些空间 让我自由发挥 好吧 反正以后我集会了 叫你们就可以了 对不对 是不是加人们 反正我集会了 叫你们就可以了 你们就来就是了 喝喜酒就行了 对吧 我集会那一天 你们就会看到新娘 漂不漂亮 对不对 就完了 OK 感谢我干妈收了的礼物 谢谢 直报价2600人 马上3000人 咱们站着点一下 好吧 人气往上走一走 家人们 家人们该担心的一点就是 等我集会那天 新娘是谁 然后长得漂亮不漂亮就完了 现在就不要去抄袭这些事 知道吧 抄袭阿伟过得好不好 阿伟长得帅不帅就完了 知道吧 这才是最现实的 那未来的老婆 这个也不是说我们能 能决定的一些事情 你知道吧 感谢理解 欢迎我们的五走 这该来的都来了 我希望家人们来了 就给阿伟点个赞好吧 直报价2600人了 马上3000人了 咱们打一包杀人好吧 无论如何咱们气质不能倒 对不对 家人们 无论走到哪里 都要我们要保持我们的霸气 好不好 我们作为男人就要底天立地 对吧 没有靠杀 自己就是靠杀 知道吧 对不对 自己靠自己才是最可靠的 家人们 对吧 靠人人跑靠杀杀岛 靠自己才是最可靠的 是不是 感谢点赞 谢谢 来直播要走到人气 我上走一走 谢谢 男子汉大丈夫 对吧 所以家人们呢 也不要担心我 要多担心我事业上的事情 知道吧 不要光担心爱奇上的事情 爱奇算什么 对不对 那 对吧 这个世界 我还是那句话 对吧 我 我虽然纪念 纪念不足 但是我懂得起 这个社会就是这样子的 感谢我杨杰 收了到礼物 谢谢 谢谢 我就知道家人们想我了 我就开一下直播 你们那个啥 来到阿伟直播去了 还是要打个招呼好吧 不然我不知道 我想见哪个姐姐了 想见哪个叔叔了 我都接不到了 你们躲在后面 我也看不到你们 对不对 感谢我理解 收了点礼物 谢谢 我给家人们说一下 那个什么 试验才是第一 对吧 作为男人 有试验了 一切该来的都会来 你没有试验 对吧 你连威脑都解决不了问题 那你 你怎么去 保护你的爱人呢 对不对 那哪个女人 要是真的嫁给我了 我自己威脑都解决不了问题 那他就说 我给不了他想要的东西 我给不了他想要的 他就离我而去了 知道吧 现实的社会就是这样子的 所以家人们 家人们该都当心 当心阿伟的试验 要为阿伟加油 越来越好 知道吧 我都说了 试验好了 那爱琪就来了 知道吧 天上老外都 地下美女都怕什么呢 对不对 这个女孩 对吧 你事业好了 一切都好了 实在不行就去相欺呗 对不对 家人们 你看阿伟这个颜值 这个各方面 这个气质 这个口才 跟哪个美女相欺 他 他 他 是不是 他绝对会投意的嘛 对不对 所以你们不要担心 好吧 不要担心 你们是不是怕我嫁不出去呢 家人们是不是怕我嫁不出去 哦 是不是怕我娶不到老婆 我跟你们说 这些都是小事情 未提是什么 未提是事业 对吧 男人只要有事业了 以后 50岁都找得到老婆 知道吧 没有事业的话 你现在 娶个漂亮的老婆 他都会离你而去的 对不对 就说阿伟哥 你给不了我想要的 我觉得这个 这个老板要更有钱一点 这个老板 要对我那个啥一点 我要跟着他走了 就这么走了 对不对 社会的现实就是这样子 所以我现在 我不谈 不谈什么感情方面 我只谈试验 对不对 来 打一把杀人 人情往上 走一走 老体没毛病 老男人45岁 像我们这种年龄 其实说老也不老 说小也不小 刚刚好 谢谢点赞 谢谢家人们 其实我在这里 自导自野的 开开心心的 跟家人们说了一些话 那怎么说呢 开心贵开心 有时候 心里面有些 还是 放不下的 知道吧 我没有后悔 遇见任何一个人 我只是 不甘心 最后连一个 下腰的交代都没有 交代都没有 就这么结束了 真的 有点不甘心 说实话 啊 说真的 你们觉得我阿伟 缺个 找不到 怕找不到个女朋友 找不到个老婆吗 那有也都不可能 不是吹牛的 正儿八经的 只不过 只不过 有点不甘心 真的 有点不甘心 你说 你说 比我求的人 比我 比我求的人 比我丑的人 都找得到老婆 我怎么可能就找不到老婆吗 是不是 那有也都不可能 知道吧 只不过 只不过 每个人的 气吹都 都不长 每个人的 气吹 遇到的 遇到的人 都都真的 不如意的 所以呢 就不甘心 知道吧 我只是觉得 我没有后悔 遇见他 我只是觉得 有点不甘心 最后连一个 下腰的交代都没有 就这么结束了 真的有点不甘心 而不是说 阿伟哥 真的 就 找不到个老婆 怎么样 喜欢我的 从这里排队到上海呢 这不吹牛 你看 这个颜值 帅不帅吗 对不对 是吧 叫人们 你们说 这呢 找不到一个老婆 我都找不到老婆的话 这个世界就没有 找得到老婆的男人了 真的 我可以这么说 知道吧 我不是自恋 但是呢 我个人觉得 对吧 如果 哪个女的 真的不喜欢我的话 她眼睛有点未提了 真的 是吧 小娃 你们说 对不对 家人们 我开个玩笑 不要 你们不要当真 你们不要觉得 我太 太自恋了 什么 太帅了 没有 我不只是帅 我各方面都OK 对不对 你们以为 我除了帅 就没有其他呢了 对不对 你们以为 我除了帅 就没有的 没有其他呢了吗 其他呢 你们不了解 你们对我不熟 知道了吧 你们不要给我来 什么妈宝拿 什么宝宝拿 我跟你们说 你们对我不了解 不熟悉 所以呢 就不要乱猜 知道吧 我跟你们说 我除了帅之后 还有什么 还有很多很多 你们不了解 知道吧 你们不要看外 不要看我的外表 去猜我 知道吧 没有两下子 怎么出来会 没有两下子 能走到今天吗 你们以为 你们不要以为 阿子我们两个 飞开了 或者就是说 怎么样了 你们就觉得 我不好 怎么样 你们不了解我 知道吧 我可以大事的 告诉你 所以不了解 我的奇怪 不要说我 不要对我 指指点点的 知道吧 有时候 我们两个 飞开 不一定都是 我的阿伟的 操 我阿伟的操 知道吧 明白我的意思了吗 知道吧 不要觉得什么 都乖在我头上来 不要觉得阿伟 这个人不好 哦 怎么样 对吧 我这个人是很实在的 这二八经的 你们不了解我 真的 你们现在有些黑匪 他不了解 我知道 就觉得 我跟阿子 飞开了 就都是阿伟的错 阿伟不好 怎么样 你们真的 不了解 我知道吧 等你们深深的 了解我之后 你们会后悔 讨厌我的 知道吧 你们到时候喜欢 我都来不及 真的 你们多多少少 你们 你们可以通过我的视频 通过我认识 大家到现在 你们可以 与这个 长时间 来了解我这个人 对吧 就比如说 我做的 每一件事情 都是错的 那你们可以说我 知道吧 但是我做的 十件事情 就错了 错了一件事情 你们 我觉得你们 应该要参量一下眼睛 这件事情 我为什么做错 是不是都是 因为我的事 知道吧 对不对 我做了十件事情 对吧 家人们 我交朋友 也是这样子的 我做了十件事情 那么 只有错了一件事情 你们就觉得 我不好 对吧 这样子是不行的 那么我做了十件事情 只要是八件事情 都是做的对的 那么你们 做错了一两件事情 你们可以应该了解我一下 对不对 这两件事情 这两件事情 肯定是咱们误会安慰了 可能安慰也是有它的难处 或者等等之类 或者是误会安慰了 就这么去思考 这么去想 知道吧 对不对 难道 难道我安慰你们关注我 那如果我没有好的地方 或者我没有优点的话 你们为什么要关注我 对吧 就很简单的一个道理 对不对 当初你们关注我的时候 是不是我好 你们才关注我 对不对 是不是这么一回事 那么我现在有时候 做错的事情 对吧 你们是不是误会我了 你们是不是应该 就慢慢的去了解 到底是怎么回事 知道吧 不要什么黑锅白锅 都真的 带到我头上来 知道吧 黑锅白锅 拿锅 胡锅 都搞到我头上来 惯着 知道吧 没有十确十美的 我跟你们说 真的 每个人都会犯错 每个人都会做错事情 但是我们了解一个人 那时候 我们交朋友也一样 就是说 他做十件事情 他平时有八件事情 都做得很好 有一两件事情 事情做错 我们都可以原谅 知道吧 我们都可以去 去他做了这个八件事情 好事的时候 我们都可以去原谅他 做错了一两件事情 而且也可以去 去 就 就看这个八件事情 做对的份上 我们要去参考 这个两件事情 比如说 这个人 平时我交这个朋友 对不对 那么 他 他平时在我的眼里 都是做得很好 对吧 平时在我眼里 都是很好的一个人 对吧 比如说 我跟他相处过 做个十件事情 他平时八件事情 都是做得很好的 那么他 偶尔做错个一两件事情 我能理解他 我也会原谅他 知道吧 那么怎么去理解 怎么去原谅呢 我就会去想 人家 我这个朋友 平时都是这么好的一个人 他偶尔做错一件事情 可能是我误会他了吧 他到底做错没有 我会去参考 这件事情的 非心 知道吧 对不对 他做错这件事情 我会去非心这件事情 而不是说 别人觉得 这个人做错了这件事情 他就是个坏人了 我就不会去这么认为 他是个坏人 知道吧 我这个人做人 就是这样子的 我们不能那么自私 知道吧 不能人家对你 十件事情 就做错了那么一步 你就去讨厌人家了 那就是你的问题了 知道吧 我们做人做事 做不到十却十美 对吧 我们牙齿跟绳头 都有时候会碰炸的吗 有时候都会咬到绳头 对吧 两口子在一起 都会有时候会吵架的吗 对不对 说实话 家人们 两口子在一起 是不是在一起 时间久了 就会吵架 对吧 我做你们的主播 你们关注了我 我也做不到 每件事情都是让你们开心的 我也做不到 每件事情都是做的对的 有时候会会做错 对吧 但是你们 我做错了一件事情 你们就就就觉得 我阿伟做的一切好事 都都已经没有了 反正阿伟是个坏人 那我做好事的时候 你们在哪里 我做好事的时候 你们看到了没有 对吧 所以我个人觉得吧 每一个人都要给彼此一个机会 给我给我一个机会 也给你们自己一个机会 真的 也许可能发了这种伤 杀货面 就是玫瑰花 就是开花的 知道吧 你们现在讨厌我 现在比如说 我是给黑肥内把说 我知道 也有喜欢我的家人们 你们现在讨厌我 现在就是觉得我不好 只能说你们真的不了解我 我希望呢 通过时间你们了解我之后 你们会反而 你们会觉得 哎慢慢的看透了这个阿伟 这个人 确实 确实很不错 确实 当初我怪错他了 知道吧 你们会 会这样去想的 如果说你现在觉得 比如说你觉得 你有一点点讨厌我 或者有一点点看不惯我 或者有一点点 我做的事情 你不是很满意 你就觉得那种了 那么你现在取关我 好着你不看我直播了 没有关系 对吧 但是我们两个的人生 我们两个的原费 就这么结束了 从此以后你走你的 你走你的路 我走我的路 我们这辈子也不会再见面 不会再认识了 知道吧 但是如果说 你给了我一次机会 也给了你自己一次机会 让我们慢慢的去磨合 慢慢的去互相了解之后呢 反而你会觉得 其实人与人之间 都是需要通过世界 去了解的 知道吧 如果不了解 你不了解的话 那知道 我觉得这个世界 真的没有坏人 都是好人 知道吧 那么有一点是什么 有一点是 我们不了解这个人的时候 不了解这个人的时候 然后我们就觉得 这个人 我不太喜欢 各方面的 我觉得这个人是坏人 可能会去这么想 知道吧 这样吗 所以呢 这个也不是说 非要让你们去了解我 知道吧 只是说我个人觉得 就是彼此给点时间 相互了解一下 知道吧 这个就看原费 对吧 如果我们真的有原费的话 你们也也会慢慢的 就是关注着我 慢慢的去了解我 对吧 如果没有原费的话 你们就就就这么拜拜了 我也就这么拜拜了 咱们就各走各的路了 是不是这样子的 所以说我觉得吧 家人们 你们想不想了解安慰 或者就是说 怎么样 这个的话要看原费 要看你们的自愿 对吧 这个没想不来的 对不对 但是呢 我希望大家不了解我的情况下 就不要去说我 我希望如果你想说我可以 你想说我 希望你 希望你给我一点时间 然后慢慢的了解我 之后再再说我 慢慢的了解我 确定了我阿伟 是个真的是个坏人 你们再去骂我 再去说我 这个时候我也热了 知道吧 这个时候我也确实 做了十件 做了在你们眼里 做了十件事情 八件事情 我都做错了 我也没有话说了 对吧 但是我觉得十件事情 我就错了那么一小步 错了那么一件事情 你们不应该就 就把我当坏人了 对吧 万一这件错 我做错了这件事情 万一不是你们 所所看到的这样子的呢 不是你们 你们也许会误会我呢 对不对 这个不好说的 因为有些线下个线 线下个线上 我们有些东西 也不太好去说 知道吧 比如说现实中 和这个网络上 我们也不太好去说 有些东西 知道吧 所以呢 你们 你们 你们看到是这样子 但是我们不一定 就是说 线下的有些东西 拿来直播间去说 知道吧 所以我希望大家 就是通过时间 去了解我 知道吧 先不要着急骂我 说我 对不对 说真的啊 有些时候 对吧 有些时候 各方面 不过现实中的一些朋友 也好 不过网络上的这个 这个粉丝和主播也好 都是缘费 知道吧 有缘就 千年来下会 没有缘就 就就各走各的 对不对 世界这么大 人人这么多 难道 两个人认识 就必须要集会 必须要在一起吗 对吧 难道 有些东西 你们所想看 你们看到的 这些 这些事儿 都是这样子的吗 那不一定 对吧 我阿伟是 是一个人 对不对 如果我心里面 不在乎 号着就是说 呃 那种的话 我当初 有必要在楼村里面 待半年吗 我想为大家 对吧 换位思考一下 你们想 又 又屁股 想都想得到的事情 对不对 为什么不去脑子 想一下呢 啊 如果我真的不在乎 我会在楼村里面 付出半年吗 这付出代价 你们 你们知道是什么结果 你们也都看到了吧 对吧 啊 什么 什么 不管的 什么 不为的 你们觉得可能吗 我阿伟是这种人吗 对不对 对不对吗 家人们 啊 你们说我不联系 阿子啊 什么 不为他 可不可能吗 那天我都解图 发的群里 跟你们看 你们没有看到吗 他回去过年的时候 我都不是为他了吗 我说新年快乐 对吧 冬天来了 都穿点衣服 怎么的 难道这些都是 不是联系吗 是什么吗 而且我们直播 也集查 PK 集查 年迈呀 这不是联系吗 还要怎么联系 对吧 难道我还要 每天打一个电话 还要解图 发在群里 跟你们看吗 有这个必要吗 对吧 其实 躲我的人 自然会躲我的 但是我觉得 我没有必要 去跟大家说这些 我只 我只想 我跟大家说这些的 原因呢 只想就是说 给那些不躲我 不了解我的人 说给他们提一下 让他们就是 不要误会我 知道吧 不要觉得 不要觉得 我做了十件 八件 十件事情 八件事情 我做对了 就错了那么一道庭 对吧 你以前读书的时候 都 都 都做业的时候 都不可能考一百飞吧 对吧 有时候